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除了文化产业上的这样的一种脱钩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一种灭供的表现 司法上面包括导哥刚刚讲到说科技上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在上周呢美国这里有一个比较这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一个就是说我们上周说到就是川普的这个Truth Social的这个问题 那Truth Social我们之前说说川普总统的最后一个危险 郭先生给他们说了 然后他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他说川普和他的这个Truth Social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之间 有一系列的关于股份的这个诉讼浪潮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也看到过去战友们有做一些 包括PAG啊瑞环资本啊吴征啊 他是怎么和这个整个的这个Spec 还有这个Digital World的这个收购一起相关联到一起的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 说郭先生曾经有一次讲 说大使馆有一次被查被FBI查 实际上并不是和郭先生或者和新中国联邦有关的刑事调查 说当时呢就是大使馆的这个六楼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被拿走了 然后呢当时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调查上当中就是 吴征还有和川普总统这个所谓的这个收购 包括媒体平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交易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的股票 你的背后你有形式调查没有披露给公众的话 那这个司法风险就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重回一下 这个战友提到这个True Social的这个话题 那我们看到美国整个科技对吧 我们社交媒体包括工程师 上周就有一个这个前谷歌的这个工程师 他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呢他就被起诉 然后也被逮捕 他的这个指控是说他偷这个谷歌的核心的这个AI的这个技术 然后呢他就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就被这个逮捕了 那导哥我就感觉我咱们这个节目比如说做到第三期啊 就感觉很明显 就是你包括猎狐行动的人啊 包括这个工程师里面的这样的一些间谍啊 包括我们看到说他在中国有公司 他说我要复制谷歌 我要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个平台 好像就是美国对这一些共产党的一些特务的这个网络 包括侨领啊这些人 他的收网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大 变得越来越紧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一些大的这个科技公司里面的 这些中共的这个间谍开始被揪出来了 但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 我们刚看到这些信息很震惊 也很正常 但实际上就像这个过去的查那个谁 他不是今年不是去年 是早几年以前就已经在盯上了 就美国他这种他这种运作 他这种搜查调查他很慢 但是他早就已经盯上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幻想 比如说在中国在美国的这些有留学生也好 在这边甚至已经拿了绿卡拿了公民也好 你跟共产党就合作 你去偷窃美国的这些技术专利 以及这些军事技术 你这些他一定是盯上 你逃不掉的 你美国的这些信息 你这些监控也好 那你比中国强多了 你这种又拿钱又偷技术 完了回去你还去去去去 去露眼 对啊 还去上市 还公开的在那边讲 这怎么可能挡得住嘛 所以不要去幻想 就最好是别做 你别干这种事情 你来到美国 你来读书就读书 你来工作就工作 你来这边 就是已经整个全家宜这边 那我们就以美国的利益为最重要 不要去做那些事情 不要为了小钱小利 你看有我们看到之前有几个华人 就为了五千块钱 出卖了美国的军事机密 结果进监狱蹲个几十年 对 这不值得 更别说咱们好不容易花了钱 花了努力了 然后到美国来留学 好不容易工作 然后拿到了身份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情 你可能进监狱甚至被遣返 所以千万别再调个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你会给华人在美国 带来这个形象 对这个形象 信用以及未来有可能给华人带来的这种 反华的这种这种情绪 那是很不利的 是的 这会伤害到每一个华 这个善良的普通的这个华人 是的 所以我们千万别去做这一类事情 对 而且你也逃不掉 你一旦做这些事情一定逃不掉 对 就导哥刚刚也说 就是你整个包括你在科技界 你像原来张首胜教授 是这个很多硅谷里面 大家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教授 结果他最后是被共产党的这样的一种谋害 包括像今天这种所有的这个科技工程师 他其实他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他自己 还有其他那些在硅谷非常好的 真正的非常不错的 可以代表中国工程师水平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师 他们没有给共产党工作对吧 那这些人就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受害者 所以这个也是导哥刚刚提到 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点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